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10日 星期五 那麼快 又到了6月10日 那個兩天就是612 全英國 好像有10個8個城市都有612的紀念活動 希望大家可以抽空去參與 去到大家近的城市就可以了 因為 不需要全部集中在一個地方 畢竟 英國的國情 地方太大 每個地方也有不同的香港人居住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可以做到遍地開花 這節不是說這件事的 不過 突然想起就要說了 這節想說大陸的企業 很多 趁著上海的街風就馬上撇 尤其是外資 當然在大陸的商人 一有機會 他們也會想辦法走 大陸主要城市 這個星期 陸陸續續開放 也沒有減輕 這些 外企的擔憂 因為這個清零的政策 有部分地方還是持續 甚至乎是在干擾中共的經濟 他們使得中國 很多地方 整個經濟的引擎是關火的 外國公司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要重新考慮對中國的長期投資 復工的消息 令到這次封鎖之中 受到重創的 在華的外企得到有一點點喘息 但是不是全部復工的 我們昨天跟大家說過 復工率 其實只是三成至五成而已 這些外企 其實他們 不會一時三刻就消失 但是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外企要重新評估中國這個地方還有沒有前途 中國這個地方 投資 還是不是有很多不確定因素 大家都知道 做生意 其實最怕的就是不確定因素 要賭的 做生意不是賭的 當你一盤生意 是要去到涉及賭的時候 很多人就未必做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這節跟大家說說 現在很多外資決定拜拜 我們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現在 我們最近的Patreon 同時告訴我們 跌得很厲害 所以希望如果大家還沒加入 幫忙受載發 如果之前 不小心把你打了出來 你就可以重新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好了 說回 上海市政府 由上個星期起 允許所有的企業復工 員工可以去單位工作 然後他們出台了50條重振經濟的措施 不過 希望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上班的人 仍然是需要出示72小時核酸報告 居民在消費方面也一樣 全部要遵守很嚴格的訪問規定 這樣怎麼可以出街呢 還要做核酸報告 你知道全世界沒有人做這些事嗎 復工的消息 令到這次 這個經濟 受到很嚴重的打擊 不單只是外商 年內 大陸的資金也受到一樣的衝擊 本地企業 本地企業 外資 全部都很嚴重 雖然復工是令到他們有一點喘息機會 但是 現在 上面有兩個中央 有不同的人作主 指令同時又出現兩個 當然最近習近平的指示是弱了的 動態清零 在官媒 相對開始說得越來越少 但是外資仍然會面對一個不確定因素 下面有人執行 究竟他們是否怕到上面變了 但是他們完全沒有理會 有部分地方 就是完全無視這個中央 政策的改變 他們 自己是更加極端 這個情況 好像當年的日本投降一樣 當年的日本一投降 但是不是所有的日本士兵放下武器 他們 有部分仍然 在中國的 不同的地方 因為資訊的問題 因為理解的問題 他們繼續刪落 所以 不要以為日本投降了 全中國和平 現在一樣 習近平即使是大權旁落 即使退居而善 這個我們會另外說一節 但是 企業仍然面對很多問題 就是官員 不同的理解 他們對於這些政策 通常中國的鬥爭就是零左勿右 每逢有重大決定的時候 他們相信 他們會選擇用一個極左的方法去應付 那麼 我們認為 現在的外資 其實也在重新評估中國 評估這個國家的前途 評估這個國家的經濟風險 以及重新議定 現在 和將來 他們究竟是切出 還是繼續留 留是留多少 切是切多少 切完還是切一半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發言人巴黎 他跟美國之音記者說 這個 武漢肺炎的政策 繼續成為商業信心的 主要阻力 只要這個政策仍然存在 任何的爆發都會導致新的破壞 公司必定要制定這個備份計劃 中國的英商會也表示 英國商界 對中國的看法已經到達臨界點 不確定性損害了商業的信心 商會 在對600多個會員的調查之中發現 有74%的公司受到中國的清零政策嚴重影響 近50%的公司 就會選擇推遲 投資計劃 這個商會最新的文件顯示 最近 在全國範圍裏面零星爆發的武漢肺炎病例 以及商業的快速封鎖 已經奪走了大多數企業能夠依賴的東西之一 一個穩定 以及相對可預測的商業環境 做生意 是求穩定 是求可預測 任何不可預測的東西 任何不確定因素的出現 都會增加企業的風險 而企業的風險 會計算在成本之內 他做了一盤生意 他制定了一個策略 老實說 天災你都還可以 預一條數出來 或者是通過買保險 但是人禍 你就沒有辦法去買保險 而中國政府 當然也沒有人會賠 因為在中國政府的 這兩年的政策裏面 基本上 賠給人民的錢少得可憐 跟日本跟美國那些完全不同 外國會派錢出來刺激經濟 中國政府 只是 零星在深圳派過一點點錢 因為深圳政府有錢 其他的根本沒有退錢 甚麼都不會做 而且 你就算餓死也沒有人管 所以 一個穩定的營商環境 是所有商家必須要的要求 只要你的營商環境不穩定 老實說 任何商家都會棄之不食 在世界各地 轉為與武漢肺炎共存之際 中共 仍然堅持 以動態清零 對這個病例是零容忍 而過去兩個月 中國主要經濟中心上海 處於嚴格的封鎖 居民被要求捉不出戶 工業也全面停止 零售、服務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經濟研究公司 榮鼎集團 他們的分析師 在星期二 發表了一篇報告 這個分析中指出 我們看到中國的領導層 放棄了長期的經濟和政治目標 轉而追求短期的 出於政治動機的成果 以對付一個不屈不撓的敵人 武漢肺炎的Omicron變種 面對中國 武漢肺炎的封鎖政策造成的供應鏈受阻 美國最高市值的蘋果公司 等等 尤其是以他帶頭的 行業的龍頭 已經開始採取行動 要求中國 以外的地區 擴大他們的生產 包括蘋果 蘋果已經首次將iPad的平板電腦生產線 由中國 轉到越南 這個是繼Airport的耳機之後 蘋果 在越南的第二條生產線 蘋果 首席財務官 表示 他們的公司今季度受到中國武漢肺炎政策造成的 供應限制 可能會使得總銷售額減少80億美元 目前 超過九成的蘋果產品是由代工 的企業在中國生產 科技巨頭蘋果公司推動了供應鏈 搬遷的 可能性 亦都在計劃 整個 供應鏈的重新規劃 會促成東南亞地區 形成一個產業群的效應 外國公司亦都在考慮 如何減少對中國製造的依賴 例如將供應鏈轉嫁到其他地方 越南 以越南為主的東南亞國家 就憑著他們不斷深放的製造業技術 以及相對廉價的勞動力成本 近年來已經吸引了一大批尋求生產多樣化 以及減少企業風險的公司 在他們投資 李嘉誠已經進去了 而且我們也有很多 朋友廠商 在廠商已經搬到越南 遲些還要來英國美國做展銷 展覽 遲些就會在英國看到他們 三星電子也是一樣 三星電子也 宣佈向越南北部太原省 追加9億2000萬美元的投資 在那裏 設廠 令到整個工業園總投資 達到22億7千萬美元 百多億港幣 賺到越南 其實早在2020年 三星就已經計劃將中國 生產基地轉到越南 越南已經變成了世界主要的生產基地 武漢輝業 可能只是壓倒 跨國公司 撤離中國的最後一間稻草 因為 這個情況還包括現在整個美國和中國的貿易緊張 中國對外資的意識形態審查 強迫他們要跟中國政府的一套 以及 俄羅斯對入侵烏克蘭這種沉默 令到外商在中國的處境越來越艱難 今年 新一輪 疫情爆發之前 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公司 在今年春天 跟他們 美國的商家說 由於中國的政策環境 他們是會減少在中國的投資 物流公司 這個始創人 跟美國之音說 他 看到更加多美國公司 將生產線由中國 搬回美國 或者是附近的墨西哥 這間 C-Ford這間公司 是美國企業和墨西哥的製造商之間的橋樑 因為 這是民樓 運輸 其實很多工廠搬回美國 他們減少了運輸成本 以及用電腦化 其實不是比中國貴很多 而且如果美國政府提供稅務優惠 其實是吸引很多廠方回流 最重要 做生意 也是要講賺錢 賺錢要講穩固 如果不是賣白粉 白粉風險高 但是一本萬里 可能投入100萬就賺50億 問題是甚麼呢 問題是你的風險很大 你會沒有了一條命 甚至乎被抓去坐牢 坐一輩子 沒有了一條命 沒關係 但是被抓去坐牢 坐牢 坐20年30年 這個成本就不是每個人做生意的負擔 所以 生意人一定會選擇一個 投資環境既安全 又有回報的地方 中國正正告訴大家 投資環境已經不再安全 這個回報也不是很高 所以 外資走是很正常 大家知道 做生意算數而已 所以 我們會看到 未來只會越來越多外資 跟中國說拜拜 這個是無可避免的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